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獲首是他 清華教授 華為 小米 百度 阿里 騰訊抄襲 586萬家用戶叫苦不已 重慶燃氣有組織犯罪實錘 割完韭菜負債上百億 他坐著私人飛機跑了 盟國動態 每軟體巨波將雜於80億美元在日本投資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4月19日星期五 我們今天在副頻道發表了重磅突發 以色列導彈攻擊伊朗 我們也在社區發布了一個關於副頻道的民調 請您表達您的喜好 別忘了訂閱並打開小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任何更新和動態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獲首是他 清華教授 華為 小米 百度 阿里 騰訊抄襲 總裁簡報18日在社群平臺X帖文 清華教授如何看華為 小米 百度 阿里 騰訊這些公司的抄襲 無論是科技還是製造 美國人創新 日本人做強 韓國人做大 中國人做爛 分工建立在信任 信任要靠法治維持 過去十年 中國很多企業喊出狼性文化 與分工合作相背離 中國電鍍企業成百上千 但世界最大的電鍍企業在德國 安美特公司 在全球電子電鍍市場排名第一 人家也沒搞價格戰 也沒弄996 照樣是第一 以抄襲為榮 就不僅是製造業本身的問題 也是文化問題和制度問題 貼文引起大量網友熱議 網友張連傑說 中國人對於狼性有嚴重的錯誤認知 狼是群體行動的動物 合作是生存的關鍵 中國人卻認為狼性代表自私 網友水甫說 具有特色的專家 基本的問題永遠不會說 很簡單的問題 我的分工是擰螺絲 我只會擰螺絲 擰得非常好 但可是 如果老闆不要我了 我幹什麼去? 老闆也知道 如果他不用我擰螺絲的話 我會失業 會餓死 那他會給我適當的工資嗎? 老闆是慈善家嗎? 耶倫有良心 還有人說 他只是一家之言 而且清華的文科教授有幾個有文化的 不是小看他們 比中國科盲院的那些院士好不了多少 也有人說 掷地有聲 道理放大 美其名曰 彎道超車 586萬家用戶叫苦不已 重慶燃氣由組織犯罪實錘 經過相關部門的協商 重慶的燃氣表竟然真的減緩了運轉速度 工作人員無需親自進入居民家中 便能實現這一調整 大概是通過遠程操控技術實現 重慶燃氣明明是有組織的刑事犯罪 咋能退錢就完事 現在初步調查結果出來了 重慶燃氣在燃氣劑量上存在重大問題 好比是一方燃氣賣出三方的錢 讓許多用戶燃氣費用超出平時2至3倍 最高甚至超出正常用氣2至10倍 讓重慶586萬家用戶較苦不已 而重慶燃氣利潤卻同比增長824% 燃氣公司人均年收入達到21萬 微博網友4月17日反饋 經過相關部門的協商 重慶的燃氣表竟然自行減緩了運轉速度 這似乎印證了一位叫木木的博主的爆料 自媒體博主木木 據內部人士爆料 燃氣公司並沒有在表上做手腳 而是在燃氣裡面做了手腳 它在燃氣裡面加了工業氮氣 工業氮氣物美價廉 一方只要三角錢 但是加入了工業氮氣以後 天燃氣裡面的燃值會降低 所以要加壓 無論重慶燃氣採取加壓還是降低燃氣濃度 或者更改燃氣結構等方式 把一方燃氣變成了三方賣給用戶 都是犯罪行為 而且這種事需要周密計劃 多方協同 根本不是一兩個人能幹成的 需要公司上下全力配合才能幹成 尤其涉案金額巨大 危及民生 社會危害極大 比市場小販用七兩乘性質嚴重得多 屬於嚴重的有組織刑事犯罪 在調查事實面前 重慶燃氣公司拒不認賬的底氣沒了 想退錢了事 但既然是有組織的刑事犯罪 咋能退錢就完了 更嚴重的是 近幾年 全國多地都出現燃氣費用不明猛漲 加重民生困難的情況 顯然重慶燃氣不是第一家 肯定也不是最後一家這麼幹的黑心企業 割完韭菜負債上百億 他坐著私人飛機跑了 電影《建國大業的投資方》裡有一家名叫DMG的公司 DMG老闆蕭文格對韓三平說 我不是來分錢的 而是來幫著賺錢的 建國大業總投資3000萬元 最終的票房達到了4.3億元 在所有的公開資料裡 蕭文格的出身都是一個謎 他出生在1967年 因此起名文格 多年後 感覺時代烙印太強的他 還曾把名字改成了蕭文格 他自稱出身軍人家庭 曾經在政府和部隊工作 而這種經歷往往會被當成有關係有能量的 1993年 蕭文格創立了DMG娛樂傳媒公司 但DMG的起家業務卻和電影沒什麼關係 給企業拍廣告片 根據官方宣傳 十幾年裡 美國Summit廣告獎 嘎納電影金獎 倫敦國際廣告獎提名 DMG把圈子裡的大獎拿了個遍 2013年5月1日 由DMG中國區業務整合而來的印記傳媒 與漫威合作拍攝的《鋼鐵俠三》在國內正式上映 2015年1月8日 印記傳媒以借可上市的方式正式登陸深交所 因為一度持有70%以上的股權 蕭文格所持股份價值高達349億元 首次入選當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榜 2017年印記傳媒的蓋子終於蓋不住了 這一年 公司的應收賬款狂飆到21.55億元 壞賬期提比也升至7.5% 達到1.75億元 到2018年 公司的壞賬準備金再翻一番 達到3.6億元 公司在2018年僅錄得營收3.62億元 威母淨利潤更是巨虧17.86億元 但從電影《教父巔峰》跌落的蕭文格 卻隨著股份解禁期結束 瘋狂套現成了人生贏家 2018年1月30日 蕭文格將其持有的印記傳媒1.07億股股份 轉讓給了安信信託 股份轉讓單價12.75元 套現金額13.6億元 當年5月 蕭文格又分別轉讓其持有的8142萬股 和印記華城持有的708萬股 每股均價11.8元 再度套現10.44億元 僅這兩次減持蕭文格便已套現24億元 而昔日的中國電影《教父》則在2018年的12月 被北京第三人民法院列為失信被執行人和限制消費人員名單 蕭文格及其一致行動人印記華城 印記時代射速事項累計射速金額高達78.85億元 其中蕭文格設計的訴訟金額為57.35億元 而此時的印記傳媒已是嚴重的資不抵債 根據印記傳媒2018年年報截至報告期 公司流動負債為105.12億元 流動資產卻只有25.98億元 2024年4月3日 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發布公告 裁定宣告印記娛樂傳媒股份有幸公司破產 從教父到老奈 蕭文格留下了一地雞毛 從2018年開始便不知所忠 鐵三角的另兩位成員 單密刺在上市公司中早已難密蹤影 吳冰則長期撐柄滯留美國 盟國動態 美軟體巨擘將砸於80億美元在日本投資 日本經濟新聞19日報導 甲骨文的目標是在日本境內 儲存和處理重要資料及個資 全球各地都在努力確保資料主權 預計在資料被收集的所在國家或地區管理資料 數間科技大廠已經決定在日本大規模投資 以建置資料中心以及相關基礎建設 像是微軟本月稍早也表明 未來兩年將在日本投資29億美元以設立資料中心 阿波羅網是獨立媒體 沒有政府和機構資助 請您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 讓更多人受益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MEMB